明季傻斯 再次近代表大會 歡迎大家來到香港股票分析司會 21週年辭刑 其上市公司年度大獎 2022年的頒獎禮 因為相信國家 所以我們看到中華盛世 因為我們相信十四五規劃 所以我們看到大灣區的發展 因為我們相信習主席在七一講話 所以我們看到香港國際公共中心的肯定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用我們的熱情 用我們的堅持 用我們的相信 來繼續推動香港金融市場的發展 香港股票分生師協會 一直團結業界 匯聚業界力量促進本港證券行業的發展 協會也是特區政府重要的金融政策諮詢對象 雙方經常溝通交流 在此我要祝賀香港股票分生師協會成立21周年 並感謝協會多年來 為我們香港金融服務業作出的貢獻 守護金融安全和打造國際金融中心 任重而導遠 我們期待和股票分析師的業界攜手努力 為投資者警示風險 尋找價值 亦都為香港的專業人才作培訓 是資本市場的忠堅力量 我覺得未來的25年 再以後的25年 都是香港第二個黃金期 我在此再次公祝鄧主席 來協會 晶晶日上 和今天所有得獎的公司實至名歸 如意在中央和特區政府的定義之下 香港經濟、治安、民生 能夠重新出發再上高峰 我們開始宣布今天得獎的公司了 第一間得獎的上市公司是 行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 上市編號00012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 上市編號00017 太股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編號00019、00087 再通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上市編號00062 封城生活服務有限公司 上市編號00331 月秀房產信託基金上市編號00405 致富產業信託上市編號00778 長江基建集團有限公司 上市編號01038 飛達母業控股有限公司 上市編號01100 天財經集團上市編號01260 英普精密工業有限公司 上市編號01286 京基金融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上市編號01468 小米集團上市編號1810 安樂工程集團有限公司 上市編號01977 嘉宏物流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上市編號02130 靈邦集團有限公司 上市編號02230 百館醫護控股有限公司 上市編號02293 雲坑集團有限公司 上市編號023125 靈邦集團有限公司 靈邦集團有限公司 再一次恭喜所有20間的上市企業 恭喜大家 co.co.co 今 God